意大利政府裁定 意大利著名轮胎公司贝奈利Pirelli最大的中国股东 无权任命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这也是意大利右翼政府本周宣布的一系列 有关保护贝奈利及其管理层自主性措施的一部分 路透社星期六6月17日引述不具名知情人士的话 对此做了报道 中国化工集团公司SinoCam旗下的中化橡胶有限公司 2015年收购了贝奈利的多数股权 目前已持股37%成为公司最大的股东 但是中国化工和贝奈利都拒绝对意大利政府的决定发表评论 中化集团今年3月通知意大利政府准备续签与更新 与贝奈利首席执行官马可 特隆凯蒂普罗维拉 Marco Tranchetti Provero的控股公司卡姆芬 Canfin现有的股东协议 而乔治亚、梅洛尼、Georgia Maloney总理领导的意大利政府 依据保护意大利战略资产的黄金权利法审查了贝奈利的股东协议 并因此出台一系列保护公司自主权的新规定 意大利政府审查贝奈利股东协议之时 中国与美国及西方国家的关系越以紧张和恶化 在与中国关系中趋风险已经成为西方各国的一个重要共识 因为试涉敏感而要求匿名的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表示 罗马做出的决定是 只有卡姆芬有权提名贝奈利的首席执行官 根据卡姆芬与中华集团达成的经修改的股东协议 普罗维拉将于2026年失去任命贝奈利首席执行官的权利 并将这一权利移交给由中方控制的贝奈利董事会 但是由于意大利政府的干预 这项规定现在又必须做出修改 意大利政府还规定 中华集团在贝奈利董事会15名董事中 只能选择不超过8名董事 而卡姆芬可以挑选4名董事 在意大利政府干预前的协议规定 中华集团可以再多任命1名董事 而卡姆芬只能任命3名董事 根据意大利政府星期五宣布的决定 由贝奈利董事会做出的某些战略性决定 必须获得至少80%董事的赞同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贝奈利公司的股东 7月31日将开会选举新一届董事会 目前公司的副总裁乔治 布鲁诺Georgio Bruno 将接替普罗维拉成为新的首席执行官 而普罗维拉则将成为执行副董事长 卡姆芬拥有进一步收购贝奈利4.6%股份的选择权 并且在今年稍早与贝奈利另一位股东 意大利制动系统制造商布雷伯 Brambo单独签署了一份股东协议 布雷伯目前拥有贝奈利6%的股份 路透社引述分析家的话说 此举似乎向未贝奈利建构一组 具有替代性的意大利股东 卖出了第一步 注意事情 注意事情 注意注意事情 注意事情 気象 注意留意 注意事項 词